书们好 下面呢我写五个字 哪五个字你看 这是一句诗 我们写一下 有末 第一个字 柳数的柳 这好像要粗一点 书 那么好像粗啊 细诗呢 让我细一点 这个屁不要写太粗 下面那个怎么写 你看看柳数的柳 不要按照我们用笔那种写法 这个地方是一个点 这个点在这里 不要太靠 就墨数一点多 不要太靠上 看 空着沟 树在这里 希望学书吧 哇 怎么有墨这么细啊 学书 留 好看吧 这个字真不适合一些 坠落术 第二个字是个真 哪个真 真有的真 这个字呢 没有繁体字 只有 这么一种写法 有的人愿意 加上一个单人旁 占有的真 这个书上长一点 你看 你看 那是个一体字 不写一体字的话 只有这么一种写法 占据 这个字因为它比划少 所以怎么 必须先粗一点 六 战有的真 可以吧 哪个真什么呢 三 一二三的三 这个三子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第一笔 它是个尖横 稍微尖一点 类似于尖横 第二笔就是个 短横 切一下 三条红要靠近一点 第三条 第三条 三 二 六 三 三 什么 春 为什么 有的时候 我愿意用红墨 真不知道为什么 又不知道反光 就这个墨的颜色 就感觉不深 春 我刚才写了一个 这个春的主意 其实我就写了第一个好 这三细红 尤其第一条红 千万不能写太粗 而太长 它毕竟这三细红 靠得比较近 写太粗 不行 看不起来 念这个 撇在这个角度 刚才讲过 讲过什么呢 重下的距离 它两个重下的距离 就不要太大 好 那从这里起 不要靠 不要靠左了 你看 这个纳又怎么了 纳又略低于皮 略低于皮 这不跟纳吗 数 这个空 千万不能太大 我们脚过很多次了 不大 你就把红往上鼓一点 一面它过大 春 春天的春 六阳 六阳三 六阳三 六阳四 颜色的色 看一下这个字的写法 这笔的皮一定不能靠右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数万钩 一条 注意这个折 这个皮吧 它两指尖 因为红指 不要平行 它两个 一条 这个折要上去一块 点在这里 这个点不能靠左 您可以靠右点 不能靠左 好 数完钩 上去一块 把它给截住 这走 这可真不是小事 到这里 上去 色 颜色是色 哇 好难 好 六阳三 春色 看一下这几个字 出去第一个字 稍微用摸 稀了一点 但是总体还可以吧 六阳三 春色 哪有像我这样 你说就是 自己知道的 都是那么毫无保留的 跟你分享 不一定对 我觉得不错 点个赞 最好是柳威言鼓励 点赞 你都还意思 好 这是这五个字 下面再写五个字 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